一个人层次的高低,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,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。 换句话说,层次高的人不一定有钱,有钱的人不一定层次高。 当一个人能足以包容所有生活的不愉快,能专注于自身的责任而不是意义时,那么他就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,也是最善良的人。 一个人层次的高低,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,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。 换句话说,层次高的人不一定有钱,有钱的人不一定层次高,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误区,总是喜欢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,觉得只要有钱的人就属于高层次的人。 这是极其错误的,因为想比较精神层次,物质层次根本没那么重要。 一个高层次的人和自己的善良是成正比的,遇到事情,他们会传递自己的煞心,这些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,而是内心最基本的选择。 莎士比亚说,善良的心,就是黄金。 哈佛大学一线研究表明,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,心里越是健康,内心也越善良,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经历改变自己的本性。 在对人上他们微笑,喜悦的表情会越多,他们的人生也会活得更快乐。 当一个人能足以包容所有生活的不愉快,能专注于自身的责任而不是意义时,那么他就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,也是最善良的人。 在电视剧中,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,很多有钱人穿着名贵的衣服,带着很粗的大金链子,在公共场合要舞扬威,只要对方的做法让他们稍微不满意,便会骂骂咧咧。 这种人虽然有钱,但是层次极低,更不会和善良有半点关系。 一个内心充满善良的人,其精神层次一定会很高,他们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微博的力量,传递着自己的煞心。 2015年,国家一级演员王宽入选,感动中国十大人物。 他为了养活收养的六名孤儿,坚持茶楼卖场十年,历尽千辛万苦,把他们培养成菜,这才是真正的大善。 要是给他的板奖测试,重返舞台,放不下人间悲欢。 在当爷娘,学的是钱但圣贤,微就估你鼓西高龄去卖场,微就估你含心如鼓十六年。 十六年,老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,台上,你苍良开枪。 台下,你给人间做了榜样。 面对记者的采访,这位老艺术家说,平静的,我做的这事真没啥可说的,人都有善良之心,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,我不帮他们,总觉得心里不安。 虽然王宽的生活是清平的,但他是一个精神层次极高的人,就凭着这份骨子里的善良,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榜样。 善良是一种本性,但更是一种选择,越是精神层次高的人,他们的综合素质也更高,也更加善良,因为他们明白,上天让善人成为善人,就是对善人的最高奖赏。 精神层次越高的人,格局也越大,遇到事情他们首先想到,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意义,这是他们内心最基本的想法。 要当私密说,以遵从自己的心作力他的行,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的结合,也是最大的善良。 精神层次高的人,做事却不会出于欲望和功利,他们没有被其蒙蔽双眼,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,传递自己的善计,是一个充满善良的人。 而精神层次低的人,只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,他们做的事情大都是损人利己的,内心更不会充满善良。 当我们遇到一个愿意无常传递自己善良的人,那么一定要珍惜,因为这是一个精神层次极高的人,能与他们做朋友,是我们的幸运。 你越说,越是善良的人,越却查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,精神层次高的人,越善良,他们的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非常优秀,他们的善良也终将会得到别人的敬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